那这几天晚上我都跟妈妈讲说 我们又住在一起 今年母亲节 其实我有失去了一位我最爱的母亲 但是其实我得到了更多 你知道来到了金人之双就是大家庭 跟着大家洗手并进行做慈善所公益 仿佛我们所爱的每个人都在每个角落里面 那在某种方面来讲呢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一起合作 把小爱给成大爱 你爱一个人才是爱 你爱千千万万一个人 他一样也是爱 但这种大爱更无私 因为有太多人需要帮助 那可能有些朋友会想讲说 难不难过 当然难过啊 因为母亲照顾我很久 然后呢我们一直都住在隔壁的建筑 然后他不离我很近的原因是 他可以照顾我 不想跟我住在原因 是因为他又怕影响到我现在的家庭生活 那等到发现的时候呢 他已经失智了 那还是那句话啦 我的子欲养而亲不在 我觉得我心里面还是很内疚 还是很悔疚 我一直觉得很不好意思 那现在已经已成事实 我只能够把对妈妈那份思念 划成实施的行动力 那今年母亲节呢 我还是希望所有的妈妈 太太 岳母 从身兼母职的每一位朋友们呢 不只在这一天可以得到爱 以后的每一天都可以得到爱 我相信这就是一个最棒的事情 那也可以跟大家报告小秘密 因为整个仪式完成之后呢 就把我母亲照片放在我的衣物间里面 那我们衣服我的衣帽间 跟我的房是相通的一本L型的 那这几天晚上我都跟妈妈讲说 我们又住在一起 然后我跟我妈妈到晚安 到早安 因为她就在我的房间 sorry 我相信遗憾当然是有 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了 就试着不再去想这些遗憾的事情 因为我们能用尽全力 我们还是挽留不住上天的决定 那我们只能希望 让人家在另外一个世界过去 那希望 活着的人可以过得很好 让自己活着的话 我觉得这也是让人家所希望的事情 那你妈妈想想会遗憾的 我们之前见过好几次嘛对不对 大概是八年前 我妈妈正式这个八十两表开出来 就有一半个失职症 从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历程 那现在历程的话 结束了 那我想也就已经慢了 那我其实都好硬是结束 我要面对大家都学习的开始 小伙伴有什么 就是大家都觉得心得开心 就很滑稳 你是说在工作方面吗 我觉得疫情过去呢可能每个人都觉得 好像从一个梦里面走出来的感觉 不过去是一场梦 但它又确确实实不是一场梦 我们所有人手吸着手经历了这场风暴 那对于我个人的感受 我突然觉得我对于我的人生有一个更大的迹务 能够活着真的很好 能够健康的活着更好 因为生命它真的是无价的 不管时间怎么的去带动怎么去带动 我们还是要尽可能让自己活着健康 活着开心 所以说就从今年开始 把一些事情圆满了之后 跟我太太就讲说 我们要更长出去走一走 我们更长出去走一走 趁我们彼此还算是年轻的时候 然后更长出去走一走 我们俩要更聊聊天 更把心里面话讲一讲 然后我们要更去一些 我们今天想要吃什么 在我们的一手机之内 我们去吃点什么 我们去看点什么 不知道前几天我们去看了一部 这个马里奥 这个电影那个对不对 但是很神奇 我太太其实很讨厌电动 他是陪我去搭 他是陪我去看 我知道他很勉为其难 然后他看的时候 我有听到一阵阵的呼声 但是我不敢回头看 maybe是他 maybe是旁边的人 后来演完之后 我说好不好看 好好看 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 这么好看的电影 我说那段是不是打得很清楚 对啊他好会打 他没有打